終於輪到我要去換護照 就沒想到讓我找到一個機器要有電子檔 太讓我震驚了 這就去看看 試試看它拍出來的效果如何 那我發現這個拍機蠻方便的是 因為它的據點還蠻多的 上網查一下都會有 誒 剛好沒人 好讓我們看一下一般證件150 好進來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椅子調整高度 這高度應該可以 這裡就是有放入紙鈔跟感應 美機試試看 按綠色的 好 剛剛已經投入了 請閱讀螢幕上記載的注意事項 要拍照了 來拍拍看 請自然做直屏式螢幕 張臉部放在紅圈中 因為我今天有戴眼鏡 所以我等一下對完之後就脫掉眼鏡 果然太高 在地點 好啦 終於進去了 現在對一下 好 目前拍出來是這樣子 還行啊 就呆呆的 所以我選擇再拍一次 好 重拍 還有兩次機會 所以我這次想要 把我的下巴再收低一點 不要太那麼高 好 還行啊 還行 就這一次他 怎麼講 就是 你知道 還是一樣呆 不過沒關係 快有那種感覺了 我在下巴收低點 好 第三次 喔 他有記錄耶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好 我們來第三次 好 我們來第三次 OK啦 OK啦 正正照吧 對不對 而且還可以讓你選 第二次 第一次真的比較膽 因為沒收下巴 好 第二次有收一點 第三次好像比較 好 用第三次好了 因為第三次好像比較有活潛的感覺 確定 請使用三角形按鍵 選擇您所需要照片的規格尺寸後 再按下綠色決定的按鍵 好 所以我們是要聊寸大頭照 好啦 出來出來啦 出來啦 出來的 要不要彈一下 欸 還行啊 還行 我覺得還可以 而且他 這邊 就是有我說的QR Code 然後掃進去之後 就可以有電子檔 蠻不錯的 好啦 那這個影片 就介紹給你們 如果有需要大頭照的人 也可以來這個拍貼 那當然 人工會比較好 但 這個就是快速 所以 大家自己選擇囉